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考虑降低互惠基金的交易成本 以规范用金 香港迪士尼寄希望于冰雪奇人的魔力 以摆脱亏损 中国2024年的前景 受到房地产问题的严重困扰 经济学家 中国制造仍然主导美国假日销售 但美国人真的在乎吗 中国最新的消费价格数据显示通缩迹象加深 请大家收看 中国考虑降低互惠基金的交易成本 以规范用金 南华早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 发布了旨在降低共同基金交易用金 并解决证券交易与基金销售业务之间 利益冲突的草案规定 CSRC希望保护投资者 并更好的监管基金经理 分配交易用金的方式 新规定将减少被动和主动基金产品的用金 并禁止基金经理支付交易用金 以购买第三方服务 如外部专家咨询 金融终端或数据库 草案规定还要求共同基金销售团队 不得参与选择经纪人和分配交易用金 香港迪士尼寄希望于冰雪奇人的魔力 以摆脱亏损 日经亚洲 香港迪士尼乐园希望通过一个新的冰雪奇人主题区 来扭转多年来的困境 这些困境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 合同义务和厄运 冰雪奇人世界区于11月20日开放 距离第一部冰雪奇人电影上映不到10年 香港版本的区域比计划于2024年6月开放的东京版本更大 拥有更多的景点 自2005年开源以来 香港迪士尼乐园只有三年盈利 该乐园最初的目标是每年吸引1000万游客 但2014年的入园人数最高达到750万 2016年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幕使其面临中国大陆游客的直接竞争 2019年香港爆发了反政府和反中国的抗议活动 大大减少了中国大陆游客前往该乐园的人数 随后又遭遇了COVID-19疫情及相关旅行和活动限制 中国2024年的前景受到房地产问题的严重困扰 经济学家 南华早报 根据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说法 房地产行业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拖累因素 潜在购房者不愿购买 开发商则面临资金困难 约有2000万套预售房延迟交付 导致新房需求不足和开发商缺乏资金之间形成了负贩馈循环 进而导致地方政府收入下降 陆挺认为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房地产行业的复苏将面临重大障碍 中国制造仍然主导美国家人销售 但美国人真的在乎吗 南华早报 尽管多年来存在政治和贸易摩擦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然强劲 这要归功于美国消费者对商品来人的漠不关心 许多中国出口商利用墨西哥和越南等第三国将商品运往美国 使消费者难以制造商品的原产地 这种做法的普遍存在 帮助中国保持了其作为美国主要出口国的地位 高盛预计 中国的全球出口在今年收缩了3.4%之后 将在2024年增长3.1% 标普全球评级公司也预测明年将实现4.2%的增长 中国工厂在墨西哥设立工厂以获取海外订单 并通过墨西哥运输 避开了针对中国的美国进口关税 越南是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对手 也是通往美国的另一个重要通道 尽管墨西哥、加拿大和越南在向美国供应消费品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中国仍然是美国这一领域的主要进口来源 中国最新的消费价格数据显示通缩迹象加深 日经亚洲 中国消费者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表明就业市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可能出现通缩 11月份 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5% 其中猪肉价格下降超过30% 核心指数不包括食品和能源 在11月份仅增长0.6% 而在新冠疫情之前增长率在1%左右 包括汽车和摩托车、智能手机、家具和家电在内的耐用品价格也出现下降 消费者支出在疫情中难以恢复 10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不到0.1% 就业和收入的缓慢改善导致消费者节减 一些公司正在降价 但中国当局对通缩担忧表示反对 中国和美国在小型模块化核能发展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 南华早报 中国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发展方面取得了进展 该国首个商用路上SMR玲珑一号预计将于2026年完工 玲珑一号将具有125兆瓦的发电能力 每年可产生11千瓦时的电力 并提供供暖 蒸汽生产和海水氮化等功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最近由于缺乏用户订阅和成本上升 而终止了一项计划中的SMR项目 中国在核能发展方面的优势 归功于其完善的产业链 国产设备以及培养熟练人才的强大体系 中国还在未来和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并最近开始商业运营第四代核电站 龙城石岛湾高温气冷堆 美国在SMR的发展中面临着延迟 成本超支和人才短缺等挑战 然而 美国政府仍致力于部署先进核能技术 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增加对清洁能源的获取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中国考虑降低互惠基金的交易成本 以规范用金 这是中国证监会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更好的监管基金经理 增配交易用金的方式所做出的举措 这将对被动和主动基金产品的用金产生影响 并限制基金经理支付交易用金 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行为 接下来是关于香港迪士尼的消息 为了摆脱亏损 香港迪士尼希望通过新的冰雪奇缘主题区 来吸引更多游客 这个主题区将于11月20日开访 希望能够扭转乐园多年来的困境 香港迪士尼乐园面临着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 合同义务和厄运等问题 希望通过这个新的主题区能够吸引更多游客 另一则新闻是关于中国房地产问题的 经济学家表示 房地产行业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拖累因素 这是因为潜在购房者不愿购买 开发商面临资金困难 导致房地产行业的复苏面临重大障碍 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否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一则新闻是关于中国制造和美国假日销售的关系 尽管存在政治和贸易摩擦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然强劲 这是因为许多中国出口商利用第三国将商品运往美国 使消费者很难知道商品的原产地 这种做法帮助中国保持了其作为美国主要出口国的地位 最后是关于中国通胀问题的消息 最新的消费价格数据显示 中国消费者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可能出现通缩 这是因为消费者支出难以恢复 就业和收入的改善缓慢 中国当局对通缩表示担忧 并反对一些公司的降价行为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涉及到了中国的金融 旅游 房地产 制造业 以及通胀等方面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吸引更多游客 解决房地产问题 维持制造业的强劲地位 并应对通缩的挑战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新闻 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